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宇宙浩瀚无垠 但近年来 科学家们接连发现 来自太阳系外的神秘天体 引起全球科学界高度关注 已故英国理论物理学家史蒂芬霍金 曾严正警告 人类不应主动与外星文明接触 因为我们无法预测对方的意图 如今 这句警告似乎正逐步成真 2025年7月 一颗来自人马座方向的星际彗星 进入我们的监测视野 并被命名为三I Atlas 哈佛大学天体物理学家 阿维勒布教授 公开表示 这颗星体的潜在影响不容小觑 甚至提出了应对策略 本集故事 我们将从科学的角度出发 深度剖析三I Atlas的发现背景 轨道特性 以及这类星际访客 可能对地球带来的实质影响 请务必看到最后 准备好迎接来自光年之外的神秘访客吗 就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故事 2017年10月 一场意料之外的发现 震撼了整个天文学界 夏威夷大学的天文学家 罗伯特维雷克 透过泛星计划 Pan Stars的1.8米望远镜 首次观测到一个速度异常 轨迹不循环的天体 它被命名为EI 欧缪缪尔 一位远方来的探路者 这是人类首次明确发现 一个来自星际空间 非属于太阳系的天体 欧缪缪尔具有非常特殊的运动特征 它并非绕着太阳做闭合轨道运行 而是以高速穿越太阳系 并呈现出非重力加速度 仿佛受到某种推力 这引发了激烈的科学讨论 哈佛大学的勒布教授 甚至提出欧缪尔米尔的运动方式 可能代表它不是自然天体 而是一种星际探测器 虽然这一说法饱受争议 但也促使科学家开始证实 我们是否已经迎来 来自星际的访客 在物理学上 这颗天体的非典型轨道 意味着它来自另一恒星系统 也因此 它成为第一个货的I Interstellar编号的天体 打破过去太阳系中心的天文观点 两年后的2019年 人类迎来了第二位星际莱克 这次的发现者 是来自乌克兰的 业余天文爱好者 跟纳基鲍里索夫 在它的私人天文台 Margo 透过自行制作的望远镜 它观测到一颗 拥有明显会伪的天体 科学界随即确认 这是一颗来自太阳系外的彗星 被命名为R.I.Borisov 这颗彗星拥有极高速且抛物线型的开放轨道 无法被太阳重力捕捉 与Omel Muir不同的是 它展现出彗星典型的活动 包括气体喷发与尘埃释放 提供科学家更多实际数据 分析其成分 R.I.Borisov的研究结果显示 它的组成与太阳系彗星类似 这强烈暗示着行星系统的形成与化学结构 在宇宙中可能是普遍现象 也就是说 我们的太阳系并不是宇宙中的艺术 而是其中之一 对于天文物理学而言 这样的发现意义非凡 来自星际的彗星不再是孤立的巧合 而是可被预测与研究的现象 它也为人类认识外太阳系物质 提供了难得的观测窗口 2025年7月1日 位于智利的Atlas计划 小型新地球撞击 预警系统 在例行监测中 发现了一颗高速移动的新彗星 该天体的轨道异常开放 速度远高于典型太阳系彗星 经国际天文学联合会 确认后 这颗天体被正式命名为3I Atlas 成为人类有史以来 第三颗金证实 来自太阳系外的星际访客 3I Atlas的来象 指向人马座 轨道呈现高度双曲线 这意味着 它并不受 太阳引力束缚 会在短暂进入太阳系后 再次离开 永远不再返回 根据目前的预测 它将于2025年10月29日 接近太阳 当时距离约为1.36天文单位 也就是约2.03亿公里 随后在12月19日 通过离地球最近点 距离约1.8天文单位 相当于约2.7亿公里 虽然这个距离远 在地球安全范围之外 但它的来访 为天文学界 提供了一次极其珍贵的机会 我们可以近距离观察 星际物质 在太阳照射下的反应 借此了解其他行星系统 形成时的化学与物理条件 初步观测显示 3I Atlas正在释放出气体与尘埃 显示其拥有活跃的汇合活动 类似2I Borisov 与2017年的Omiumia相比 3I Atlas提供了更多实际观测数据 也比当时更早被发现 更长时间被追踪 NASA ESA 哈佛史密森天体物理中心 以及其他国际天文团队 目前正进行高频率的 光谱与成分分析 以其掌握其挥发物特性 与轨道演化过程 此外 詹姆斯韦伯太空望远镜 也被列入观测排程 未来几个月内将提供红外线波段的高解析图像 有望揭示其内部结构 与星陈埃组成 3I Atlas的发现 不仅再次证实 星际天体进入太阳系并非偶然 也强化了这样的访客 可能比我们过去所想的更频繁 这项事实 让我们不得不重新思考 地球在宇宙中的角色 以及与其他星际物质 互动的潜在风险与机会 在3I Atlas被发现不久后 哈佛大学天体物理学家 阿维勒布再次发声 他在2025年7月17日 发表的一篇公开文章中指出 如果霍金的假设是正确的 那我们可能正处于潜在威胁之中 勒布 引用霍金2004年的论点 人类不应主动 与外星文明接触 因为其科技可能远高于我们 就如同欧洲殖民者与美洲原著名的历史重演 他主张 人类应采取被动观测 而非主动发送讯号 虽然3I Atlas 目前未展现任何智慧设计的迹象 但其来源与特征 再次唤起对非自然起源的假设讨论 勒布指出 即使仅有万分之一的可能性 我们也必须准备 这种观点在科学界引发分歧 有学者认为 因此谨慎保守态度避免过度联想 也有科学家支持以开放心态 探讨星际天体潜在的非自然性质 物理学的严谨与哲学的想象 再次交汇 再随着3I Atlas的发现 人类面临的不仅是一次科学上的突破 更是一场文明层级的反思 天文学家告诉我们 这颗彗星并不直接威胁地球 然而它所象征的 是我们与星际空间之间的距离 正逐渐缩小 而这样的接触 或许并非总是值得欢迎 许多物理学家与哲学家 开始重新检视霍金的预警 并延伸出更深层的思考 其中之一就是来自 科幻小说家流慈心 所提出的黑暗森林法则 该理论认为 宇宙如同一片黑暗森林 每个文明都是潜伏的猎人 没有人知道谁是善意 谁是敌意 而生存的本能 驱使每个文明保持沉默 并时刻防备 因为一旦被发现 就可能成为其他文明的猎物 这一假说虽出自小说 却在科学界引起广泛讨论 它提供了一种逻辑推演 如果所有文明都惧怕被摧毁 那最合理的选择 就是隐藏自己 并对可能的外来讯号 保持最高警觉 在三I Atlas这类星际天体中 我们尚未观测到 人工结构或智慧行为的证据 但即便如此 它们的存在本身 就是一种提醒 宇宙并不安静 而地球也未必隐形 在这片可能潜藏 无数掠视者的黑暗森林宇宙中 沉默或许不是雀怒 而是一种审慎且深思的智慧 当我们尚未明确便是谁 是观察者 谁是猎人时 任何生意 都可能在这浩瀚宇宙中 引来无法预测的后果 如果你喜欢今天的故事 也曾在其他天文观测 科学研究中 发现关于三I Atlas 或其他星际访客的蛛丝马迹 欢迎在下方留言 分享你的观点与亲身经历 我们很期待听到你的故事 最后 别忘了订阅我们的频道 并开启小铃铛 才不会错过我们为您 揭露更多不为人知的科学与真相 我是星夜 我们下期再见